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,杨阳承认和乔新的恋情。 一起手牵手逛超市原来是真的。 在昨天元气满满的哥哥上映。 这是杨阳在花少之后的第一个综艺节目。 也是完成转型后的第一个真人秀作品。 看了一下最新一期的元气满满的哥哥,杨阳依旧还是杨阳。 几年前录制的花少,那个综艺节目伤害了杨阳的身心。 不仅姐姐们的关系非常冷淡,而且自己迷失外国的街道上也没有人去找她。 这个综艺节目让杨阳怀疑自己的人生,在和刘亦菲的采访的时候。 她急于劝告别人,好好拍戏,别参加综艺。 全国人民都知道杨阳害怕姐姐们了。 于是杨阳来到一个充满男人味综艺的节目,希望通过这些哥哥们。 能使杨阳对参加综艺有点自信。 可是,到了哥哥那里。 杨阳还是那只任人宰割的小绵羊,没想到落入了哥哥们更大的陷阱。 哥哥们刚登场的时候,有一个在红毯拍照的流程。 这是导演组故意埋下的包袱,摄影师拿着摄像机站在前面。 让哥哥们花枝招展上,做了多少pose。 她自己不动,等哥们发挥完毕。 杨阳去晚了一点,排在前面聪明的哥哥们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。 但是没人告诉她,杨阳改变了很久,今天她也是以纯爷们的形象来的。 但是当她站在摄影区开始拍摄时,还是像以前一样,我是最帅的。 作为下一局的游戏,杨阳必须站在中间,其他哥哥们轮流提问。 胡君尖锐的提问,是否交过女朋友,转型成功的小绵羊当然不怕这个问题。 非常淡然的说有过。 之前杨阳和乔欣一起购物的事情沸腾着。 这也是间接地承认了爸爸。 杨阳和乔欣共是娱乐圈的人,作为娱乐圈的顶级流量。 杨阳的热度还相当高,但现在和乔欣的关系还没有头绪。 毕竟绯闻已经转过了好多天了,但是双方一直都没有回应。 早在5月8日的时候,一位网民透露了杨阳和乔欣手牵手逛超市超市的照片。 状态非常亲密,照片中男性穿的黑羽绒加克和鞋,杨阳也曾经穿过同样的衣服。 女大衣上的乔欣似乎也有同样的款式。 杨阳情人节当天拍的照片,是在伦敦的Oscar Wild Bar内拍的。 与乔欣小号明确为了爱去伦敦的时间段相符,杨阳的照片可能是乔欣拍的。 但这样的消息迄今为止,为什么双方都没有做出回应呢? 其实很多粉丝觉得杨阳和乔欣相当合适,一个是涉世未深的纯情少女,一个是花样少年,最近杨阳和乔欣在一起的猛料相当多。 真希望他们俩在一起。 毕竟年轻人恋爱是很平常的事情。 杨阳和乔欣在颜值上也很般配,两个人都很漂亮,而且两个人都90后。 之前从来没有恋爱的经验,很多网友都说希望两个人在一起。 现在双方没有回答,但在一起的可能性相当高的。 对于杨阳和乔欣两人的恋情,大家怎么看呢?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。